今天很多人都在期待 会答执行长黄仁勋即将在晚间进行演讲 许多人一早就到了台大体育馆外等候入场 而会答也在黄仁勋开讲之前 先行举办了派对活动 同时晚间据说也有很多的科技大佬 会来到现场最新出行名单 请记者黄浩天来说明 浩天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人现在所在的就是 台大体育馆内 今天NVIDIA执行长AI教父黄仁勋 晚间七点钟就要在这里 进行AI的主题演说 那现场可以说是人潮络绎不绝 整个会场内大概有五千人都会来到现场 那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全世界的国际媒体 以及金融产业等等不同领域的分析师 全部都齐聚一堂 那稍早我们已经捕捉到了 非常多的产观学研各界大咖 都已经立临会场 包括了新来人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事实上去年黄仁勋演讲的时候 当时的经济部长王美华也有现身 那么这一次郭志辉 作为新的经济部长 他也同样现身 那除此之外 前几天有跟黄仁勋一起用餐的 像是鸿海的董事长刘洋伟 以及华硕的董事长施崇棠 稍早也都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 那事实上今天这场活动 可以算是备受瞩目 因为黄仁勋在一年一月的时候 就一起跟大家预告说 在这一次Computex之前 他的这一次演说 会有关于人工智慧的重大宣布 那么这个礼拜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多次的采访他 也都问他人工智慧的相关发展 他都跟我们说 在今天的演讲里面 他会亲自的对外揭晓 所以是卖了一个关子 希望大家都来听听他的演说 那事实上其实不止 回答了执行长黄仁勋 那包括半导体女王 AMD的执行长苏兹峰 以及Intel的执行长 季辛格 他们目前也都人已经到了台湾 那接下来在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呢 也都会接连的发表主题演说 那么这也是史上第一次 这个AI聚播 全部都在同一个时间呢 来到台湾进行相关的交流 以及拜会 那也会拜会他们的台厂工艺链厂商 所以呢 可以说是受到整个全世界媒体 以及整个市场的高度瞩目 那届时呢 台湾作为一个晶片岛 作为一个AI岛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展 华视新闻也将持续的带您关注 而稍后晚间七点钟的时候呢 在华视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也会针对黄仁勋的主题演说 进行全程直播 那么如果您有任何想了解的资讯 我们也都会随时的为您守候 那么以上现场最新消息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同内直播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